專案心得 好 請SB 大家好 我是今天在拍照的SB 然後 反正就是今天如果等一下有想要拍照的話 也都還可以來找我 然後我也是上一堂黑客宗跟今天 都在做了拍照的工作 然後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這段時間的工作進步 就有參與三個Podcast的組織 那目前就是畫文好意圖卡的Podcast 已經剪輯完成了 然後再剪那個政治神經的這一片 然後就如果想了解今天的主持人 他的專案就是畫文好意圖卡的話 就歡迎大家之後可以收聽這個Podcast 然後另外就是想招募 我覺得目前現在就已經有在之前專案的人 然後如果你是想要分享你的專案在做什麼 然後或者是現在有一個階段性的成果 想要跟大家說就是做到哪裡了 然後或者是想要收募新的人員 然後這個專案是符合全民畢業的精神 都很適合去跟去投 就說你想要錄製一集Podcast 然後這個Podcast的錄製 就是我們會一起討論這個綁剛剛要怎麼練 那大概會有內容就會先介紹一下 就是你是誰 然後做這個專案的東西是熟 然後以及後面就是可能這個專案有什麼故事 然後最後扣合到裡面的精神 然後最後就會有一集新的Podcast產生 那除了剛才的專案片 就是目前我們也會想要針對特定議題 然後錄比較一個系列的內容 就是議題片 那現在已經就是決定要錄的是 就是台灣網路發展史 然後會找那個陳正恩先生來錄其中一集 然後所以如果你是對這個系列有想法 就可以一起來錄這個部分的Podcast 然後就是如果想更了解就是 這個Podcast在做什麼 而且或者實際參與的話 可以到Slack上面找去領域Podcast 一起來參與 謝謝 好 非常謝謝SC 這個系列的Podcast表面 很期待 好 如果對Podcast有興趣 不管是想聽想錄 都可以到Slack上的G0VPodcast這頻道去找SC 好 下一個是 預告